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启发投顾杨继正 我们现在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呈现一个反弹行情 道琼反弹了34点 NASDA科技股反弹51点 肺盘的部分 跟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费程半导体指数 反弹16点 那昨天的Apple股价 还是盘中还是创了一个163.73的新低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平盖股走得非常的疲弱 那昨天的外资在整个台股的现货 卖超了90亿 卖超了90亿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状况 今天开盘状况目前是 呈现一个开平高盘之后 呈现一个反弹42点的行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盘在这个出现两个跳空缺口之后 这边有跟大家聊过一个90点的缺口 9971 10061 然后这第二个缺口45点 9850这个缺口去跌破 上升趋势线跟这个整个形态 我们来看一下月线的这个9837 一样月线被跌破之后 它形成了一个往下的测试 尤其是平盖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废半指数但是还没破9400 我们来看一下9400是10月26号 跟台股长得很雷同的 废半指数我们也来看一下 它的K线土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它也没有破底 大家有没有发觉 它10月底我们10月26号 它10月29号 它出现了一个1119.37的这个低点 相当于台股的9400之后 这边回撤一次 也没有去跌破这个低点 这边昨天1152 也还没有去跌破1119 所以目前是跌破整个月线 那这个波段大家有没有发觉 它反弹刚好也反弹到这一条季线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这是废半的部分 它反弹出现在12月3号 接近季线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这个走法 有没有一样12月3号 那为什么国际盘这么多 有人在看上海 有人在看很多日本港股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把废半给点出来 因为我们技术面上告诉我们 这个波段跟我们走势最相关的 涨得最像的就是废半指数 而且废半指数会影响到整个台积电的走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 全网台积电 这个波段反弹 高点也是出现在12月3号 235块 那昨天外资卖超了90亿 那今天做一个反弹 但是台积电的反弹 目前看起来还在这个月线之下 所以说操作股票 你要掌握整个指标股的动态 那苹果昨天盘中最低还来到163.73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走法有些个股走势非常的分歧 现在已经到了走势分歧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弱势的平概股 今天的整个2474可乘 有没有继续破底 这一档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毒苹果 213.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低点 今天低点214 并没有再去破底 这一档是最弱的 他并没有再去破底 我们再看一下2354红准 红准今天还是破底 但是今天K棒目前是呈现一个 最低592 现在目前是595 还不是这个在低档这边做一个盘选 所以平概股在整个Apple股价重挫之下 破底之下 昨天虽然是收169美元 但是盘中最低还来到163.73 所以整个目前走法 已经进入了非常分歧的状况 那我们创新高超盘法 在每个盘整区间 最擅长选标 我们看一下 创新高超盘法 掌握领先标股 今天的测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这一档 凯哥 昨天有看电视的 一定就知道是哪一档 昨天有看电视的就知道是哪一档 股价突破下降反压线 这是一个长期的下降反压线 在上个礼拜五被突破 在上个礼拜五跟昨天被突破 电池正极材料 磷酸鲤龙头厂 那11月的营收 我现在开始公布11月的营收了 11月营收跟10月营收相比 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成长 最重要的是转型这个除能市场 除能市场 2019年会开发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凯哥 他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的受费股 那港商五龙电动车旗下的五龙电力策略联盟 这个大概在两三年前就已经 由五龙这个香港集团来入股 入股大概20几% 10月营收开始做一个回温 10月营收开始做一个回温 那相信昨天 昨天有看节目的 应该就知道这一档凯哥是谁 还不晓得的 今天可以来找我们这个站队 那相信每天锁定节目的一定都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这一档顺哥 这一档顺哥 低价转机题材 虽然是一日外收益 但是让他第三季已经转亏为盈了 转亏为盈了 股价领先突破 反弹的高点 10148 股价领先突破 10148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到礼拜一 跟大家分享的 凯哥 顺哥 凯哥 顺哥 我们来看一下 诶 顺哥 有没有像在盘整 有没有跟大盘不太一样 有没有重新高 有没有 有没有喷出大掌 有没有喷出大掌 凯哥 今天虽然留了上影线 昨天是不是又一根掌停板 昨天有没有一根掌停板 昨天大盘是不是跌100多点 大盘昨天是跌100多点 这根黑K棒 你看 123456 这边两个跳空缺口 这边两个跳空缺口 昨天黑K棒 今天的长虹棒 目前还没有吃掉昨天的黑K棒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除能市场 昨天一根掌停 上礼拜五一根掌停 今天盘中冲到这个价位 除能市场 月季线交叉向上 月季线交叉向上 顺哥 低价转机 有没有创新纲 两岸原声提不住 大盘还在盘整的时候 青州已过万重山 顺哥 走自己的路 顺哥 走自己的路 领先布局 郑哥也不希望 看报纸的这个朋友来抬教 不用抬教 不用抬教 如果 有赚钱企图心的 资金准备好 加入我们站队 加入我们站队 同步来布局 对你的帮助最大 凯哥 顺哥 那现在开始要公布 十一月份的营收 十一月份的营收 我们创新高战队 技术分析为主 基本分析为辅 一套正确的 选股方法 所谓的技术分析 在武功里面 在武侠小说里面 有所谓的 建宗跟器宗 建宗跟器宗 那技术分析 讲求的就是速度 它是属于建宗派的 基本分析 练的是整个 基本面的部分 着重在 内心的修为 它讲求的是 这个器宗的部分 所以说 在武侠小说里面 只要是 赚钱 会赚钱的方法 你只要精通 完全融会贯通 不管是器宗也好 不管是建宗也好 你只要精通 完全的融会贯通 就可以在股市掏金 那我们创新高超凡法 技术分析为主 建宗派为主 基本分析为辅 本身的内功也不错 做一个辅助 正确的操作的方法跟逻辑 招招都是进攻 股价创新高 为什么叫做创新高超凡法 只买最强 只买最强 招招都是进攻 在整个技术分析里面 是所谓的建宗 那现在开始公布 11月份的营收了 标码 你要找标码 会有一个特定的DNA 标码的DNA 第一个 它的寄盈宇是呈现一个成长的 不是本益比喔 不是本益比喔 很多人在本益比的 寄盈宇成长 月营收三个月 就会形成一个寄盈宇 年盈宇成长 年盈宇成长 今年的盈宇跟去年相比 是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成长 股价面的部分 股价要去创新高 我看到很多投资朋友 每天跟郑哥私讯 什么本益比很低 本益比很低 这是个人的 个人的操作方法 政歌不予置品 但是 就本人 从整个研发 创新高超凡法的这个 逻辑推估 跟整个经验的这个法则 股价的盈宇成长 才是推升股价 盈宇成长 才是推升股价 最重要的因素 而不是本益比够低 本益比讲求的是 过去 股价是反映未来一到三个月 一到三个月 那之前很多人 喜欢喜欢操作这个被动人件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聊这个被动人件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甲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20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 赢得先机 苏波02-2389-8689 02-2389-8689 209年度企划案加入杨老师 赢得先机 苏波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02-2389-8689 baby 你要乖乖哦 今天陪妈妈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能够健健康看的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了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好 欢迎回到现场喔 很多人很喜欢操作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 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个被动元件里面喔 这个 2327的国具 被动元件它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它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很多人不晓得喔 很多人不晓得 我刚才有跟大家聊过本益比这个 股价盈与才是推升股价最大的因素 那为什么要把被动元件 特别列为整个这个景气循环股 被动元件是属于景气循环股喔 景气循环股要买在高本益比 也就是买在题材 标在题材 盘在营收 跌在盈与 这句话很多人还是听不懂 再讲一次 买在题材 之前 第一季我们在操作达方的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还没业绩 景气循环股的操作 是买在高本益比 它的获利还没出来的时候 但是买在题材 它有一个涨价的题材 卖在低本益比 现在获利出来了喔 获利出来 但是股价不会涨喔 为什么 刚才跟大家聊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股价是对最领先的 领先指标 它会反映未来一到三个月 它会领先反映一到三个月 也就是说你操作景气循环股 你要买在题材 买在高本益比 买在还没赚钱的时候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的 现在还在被动人件喔 一路一路下来 开始有获利了 它才在被动人件 这个就是胜者跟输家最大的差别 被动人件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要买在高本益比 买在还没获利的时候 要卖在低本益比 卖在它已经出现获利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不懂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是用本益比在做股票 刚才郑哥聊到一个重点 本益比反映的是过去 不是未来 但是股价反映未来一到三个月 股价是最领先的指标 所以说刚才被动人件里面国具 为什么第一季第二季它的获利 没有像最近这么好 为什么第一季 我们在操作达方的时候 我们在操作达方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的被动人件 反而一路的做一个喷出大涨 大家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很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很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景气循环股要买在高本益比 买在高本益比 卖在低本益比 也就是说它出现获利的时候 景气循环股就是一个卖出的这个讯号 但是它这时候买在题材 飙在营收 也就是说它营收每个月在创新高的时候 是它的飙涨期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 最近几个月的被动人件 营收没有办法再创新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举这一档来看的话 11月的营收 是年增 但是是月减 大家有没有发觉 它是跟去年相比是年增 但是它跟上个月相比 丁钩为10月份已经6315了 11月公布出来5337 那为什么 12季的时候最会标 你看 3326 427148 386 6351 有没有 每个月 每个月还在创新 营收还在创新高的时候 它才会飙涨 现在10月11月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还是有获利 还是赚很多 但是股价不会涨 为什么 因为被动元件是景气循环股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做持股诊断 都有被动元件 而且 它不会在对的时间 操作对的股票 今年的减资之后的国际 才是它最佳的甜蜜点 也就是说 一二季 我们在操作达方的时候 这是最好赚这一段 你现在要赚那10% 赚到大了 冷死了 不一定赚得到 为什么 因为它是景气循环股 操作景气循环股 要买在高本益比 卖在低本益比 并且要留意 最近的营收 跟上个月的营收 有没有持续的创新高 这个很多人很喜欢操作被动元件 政歌就用整个我们 创新高超盘法里面的 操作景气循环股的方法 直接破解这一档国际的走法 那我们是连续一年 连续一年 工商时报 足动赛 连续一年的选股冠金 就在你前面 不要怀疑 就是你头前 全果CP值最高的分析师 就是小弟本人 为什么 有些人 有些老师 收费收得很贵 绩效比我烂很多 听到这句话 全国有200个分析师 不服气的 不服气的 直接去工商报名 直接来PK我 小弟最喜欢接受 强者的挑战 也喜欢跟强者做朋友 为什么 实力够强 如果你能够霸占工商时报 一整年 你觉得是运气还是实力 你觉得是运气还是实力 如果你拿下了 一个礼拜的州冠军 如果你拿下一个礼拜的州冠军 也许是运气好 运气好 聚好 但是如果你能霸占一整年 连续四季 好 就算是运气 你是不是也要跟着运气好的老师 跟着聚好的老师 但是你如果能够连续 一整年霸占整个工商时报 雷台组 这个 你觉得有可能是运气吗 你觉得有可能是运气吗 全国200位老师 哪一个可以霸占一整年的 你请他站出来 小弟直接加入他尊重会员 我们来看一下 战果出炉 56.86 白紫黑字 公开媒体实战绩效 公开媒体实战绩效 战果揭晓 年度总冠军 年度总冠军 那拿下了这么多 周冠军 季冠军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聊过的被动元件 这个日期在这边 操作被动元件的甜蜜点 刚才我们点破 他是景气循环谷 这两个字 五月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操作被动元件 我现在很多博士集的 在操作被动元件 8163 五月份 五月初 这只好谈 你怎么去被动元件 起涨点你不去被动元件 景气循环谷 买在高本益比 现在有获利了 不会涨了 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当他已经出现余余的时候 不会涨了 因为他是属于景气循环谷 那 那这时候只有一个涨价题材四个字 标债题材 标债题材 五月份 五月份 这两个字是不是被动元件里面的答方 为什么可以霸占一整年 对的时间 操作对的股票 不是现在 本益 获利已经出来了 你还在被动元件 筹码都乱了 为什么 我们很久没有操作答方了 最好赚这个喷出段 你不去赚 你现在才在被动元件 现在很多人在博士级的 获利很好 本益比很低 有获利 不用担心 2327 7800就有人逢低也会进 这这好赚 你怎么没赚 这边喷出段 最好赚这一段 你放过他 你放过他 你弃权 现在跌下来 获利出来了 你说他获利很好 赚一个资本额 两个资本额 你到底搞不搞得懂 被动元件是属于景气循环 尽管股 景气循环股要怎么操作 不晓得怎么操作的 来找我 我们是 操作景气循环股的专家 我现在很多人看获利 国际获利不错 千三到一千很小的 再买一张 一张 再摊品买进一张 一千再落到八百 八百再买一张 都从三张 三张一张就一百万了 三张就三百万了 三张就三百万了 再跌 七百再买一张 七百再买一张 四百万的资金全部卡在这边 很多最近来找郑哥的 都一直在聊被动元件可不可以 脱利很好本益比很低 最常听到就是这两句话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把整个被动元件族群 剖析出来 看不下去了 看到很多什么自称博士级的 华欣科很会买 一路套上来 也不卖 自我安慰 获利不错 本益比很低 操作景气循环股 是买在高本益比 再讲一次 是买在高本益比 五月份的时候 日期在这边 答方 我们来看一下8163 你要操作被动元件 是不是这边是最好赚这一段 五月份 有没有刚突破 刚转强 这时候的获利还没出来 但是它就是会飙 为什么 因为它是景气循环股 你要买在题材 买在它具有涨价题材的时候 现在获利出来了 你要赚它10% 不好意思 大力干小力干 未必赚得了 也许还会套牢 这个不是刻意打压 因为有些人看不懂 每天在那边 政歌真的看不下去了 很多人 跌下来每天在被动元件 然后带了一大群人去买被动元件 筹码这么乱了 这个筹码已经显成连环套了 从一千块已经套了多少人 有的人在一千一已经不能买 成本不够不够不够 我买一千一的 我一定一千二才要买 一千的又套住了 一千买的也不能买 一零五零 手续费到了我才要卖 八百的也不能买 八百五 要等五万才要走 不能买 行程连环套 但是现在有获利 但是十一月份的营收开始出现 跟十一月相比 已经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这个就是景气行丸股最大的 这个败比所在 也就是说很多人看到获利 他都搞不清楚 那我们有一个社团 FB政歌创新高超凡法 LINE生活圈样168 样168 那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五有一场 标普讲座 既然我们拿下了这么多做冠军 季冠军甚至年度总冠军 你想不想学 想不想学这一套 最厉害 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而且肯接受所有 200个头顾老师挑战的 这套选股方法 标普讲座 就在这个礼拜五 晚上七点到九点 我直接会告诉你 另外 我们既然拿下了这么多做冠军 季冠军甚至年度总冠军 到底用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下个礼拜六 这一场是免费的 免费的学技术 线上技术班 就在圣诞节的前三天的 星期六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那我们有一个社团 还没加入我们社团的 可以用脸书 脸书来搜寻 政歌创新高超版法 本人就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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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生活圈 赖生活圈 现在很多的老师都有这个 生活圈的分享 ID在这边 样168 或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或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那礼拜 下个礼拜的这一场技术班 也是免费的 可以先取得密码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更丰采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看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经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2019年度企划案 加入杨老师 盈果先机 速播02-2389-8689 02-2389-8689 2019年度企划案 加入杨老师 盈果先机 速播02-2389-8689 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 让你财富满满满满 主梦专线02-2389-8689 起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疑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起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达到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起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